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讲大致分一下是原因啊 当然情况是这样了 情况就是说 航空公司的恢复发展还是受到一定的制约 对不对 那疫情也好啊 像欧洲数什么很多人啊 网上也好 当然说第三次爆发又要开始了等等等等的因素啊 当然航空公司集体表现的话 当然也是股票表现的蛮好的 实际的情况呢 可能恢复的还是不是很好啊 不是很快 但是他们不会死去的啊 这点我是肯定了 就是他们都死不去了 既然不能死去的话 我就说对多长些的人来说的 他是有机会又到了啊 就是说往往就是在这种跌的情况下 很多人又会找到一定的机遇 对不对 那买的人呢 对 我就还是先讲回头啊 讲讲啊 就是说 因为是星期五 因为上一个星期五啊 他是说一个这个四五日 四五日 什么叫四五日呢 就是他这个做股票啊 他有些是期权呢 那个衍生品呢 股票的衍生产品啊 所以股票的衍生产品 它都会在三月 六月 呃 九月啊 这就是个九月和十二月 第三个星期五 就同时四个产品要交割 啊 四个产品 当然我们我们就讲了期权那个产品 对不对 大家都听的了啊 股票那个期权产品 那也是星期五要交割的 而其他还有什么 呃 指数产品啊 等 大家没做就不用关心啊 就是其他几个产品 同时在那个时候 这个 就是对 对资金量来说 对资金来说 它是有一定的影响 既然影响了资金就影响了股票 所以那个时候股票有可能波动的 就波动的很大 那有可能是个原因啊 四五日来了 就是每次到这个四五日 大家就是警觉一下 就是这个 但是我认为呢 还有一个原因啊 还有一个原因 我跟大家提一下啊 就是呢 因为是到了一年的最后一个quarter 对不对 一年的最后 又是秋天到了 最后一个quarter 为什么最后一个quarter那么重要呢 因为很多投资人呢 很多投资人 在最后一个quarter里面呢 呃 很多要进行了结 要锁定利润 锁定利润 因为很多那个fonds啊 或者投资人啊 投资经理人啊 等等这些人呢 他们呢 都是在经营一个公司啊 或者在公司做CEO啊 或者总部manager啊 投资manager 他们都 他们的业绩啊 跟他们的commission啊 他们的commission跟他们业绩是绑在一起的 你想作为一个很老道的投资人的话 他在这一年九月份的时候 他如果有很高的回报的时候 他到了九月份 十月份 他是采用什么政策呢 他就采用锁定他的利润 锁定的利润 所以他也担心了风吹草动啊 如果在十月份啊 十一月份 特别是选举年 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 他就把他一年的利润什么都打回去的话 他这个经理人在这一年的commission 和风红他就很低 他就拿不到钱 这就是我说的啊 就是有一年 就是二零八年的时候啊 就是金融风暴危机的时候 很多公司 很多投资公司 等着没钱了 亏得很厉害 那些经理人还拿了一千 两千万的commission 为什么人家能拿啊 他就是采用了这种策略啊 就是说在他即将要亏程的时候 他已经锁定了他一定的利润 锁定了一定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 就是年底来要警提的啊 就是说哪些股票他容易锁定的 就是说赚了很多的 对不对 赚了很多的 他就把它卖掉啊 或是成一种避风险的策略 我就赚这么多了啊 我已经赚够了啊 这是一种人 对不对 还有一种人呢 要是他认为呢 这一年呢 我根本都没赚到钱 这一大亏损 我今年一年没有什么commission 不如这个年底的时候呢 我就想往往冲一冲 他可能就有冒险的精神 这一步 所以说他是两个几单的走啊 一步人是锁定的 那这些人呢 想冒险的人呢 他也不会做那长线的股票 别人说这个股票 像福特啊 像这种股票 有温在那里他去做嘛 他不会去做的对不对 他又会做什么股票 他也不会做那个老百姓用 那个家用的那些 他也不会去做的 他可能呢 他会投资一些 他认为啊 因为他们有一些分析元件 他认为就是 胆期会活得利的 也可能胆期他会垮下去的 他不怕了 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垮下去了 他就是想增一点利用回来 分红 这个原因也有啊 所以说这个最后一个 Quarter呢 他就面临着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呃 我们我们给大家讲过了 对不对 就是Option的操作的话 他这个星期五在交割的时候 呃 他也存在这个问题 对不对 哦 这里还要讲一个主要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还有那个 就是 Wash Sell 就是好像是 Wash Sell 中文要讲 就是 就是好像你又 你就卖这个东西 不是在洗钱啊 为洗钱的目的 给他卖这个股票 这个呢就是 大家要是不懂 这个Wash Sell的 就问问自己的会计啊 他会跟你讲得很清楚的啊 呃 如果你自己想了解了 这个 就是IaaS的网站上啊 就税局的网站 国税局的网站上 是有的 你上去 打去那个 Wash Sell 他就会给你讲解啊 大致的意思就 为什么 我现在只给大家讲解 为什么这个 对他也有影响呢 因为他有一个 30天的期限 就是在你这个 30天呃 卖了股票啊 你卖了这个股票 呃 在这30天内 你就买回他来了啊 我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啊 就买回他来了 好比说你1000 你原来是1000块钱买的股票 你最后卖的时候是500 卖的 你不就亏损了500 对不对 亏损了500哈 如果你是30天中 在这今年的30天内 你都没有买这个股票了 你没有买回来 你这 你这个500块钱 可以抵进去的 抵什么抵税 就是你不用交税 从税扣 硬交税的额度里面 可以扣掉你这个500 你想想 是不是很多人他就会想 我都亏损了的 那我就卖掉了啊 那我就30天内 我就可能 我就把这个钱就抵了 但是有一种情况 你是可能抵不了的 那什么 好比说你 你记得在12月 10月10号 你买的 对不对 12月10号 你卖了 你卖了 你亏了500 你卖了 那到了30号 你算今年的这个税吗 你他不能跟你算的 要等到明年的时候 你过30天 你可能才能算进去 你要是明年的30天内 你说我1月1号 然后一看那个股票形势又蛮好 因为这是喜欢很多 因为 为什么又去卖掉的时候啊 很多就是一当一震 震出来了 对不对 你卖掉了 你看这个股票还涨得又蛮好啊 你又800 我刚刚说的是1000的啊 你500的买掉了 但是他又涨到600的时候 到明年600的时候 你又买回来了 那这个省市是怎么算的呢 他就是把你这个亏损的500 就加到了你的那个买回来的价 你又买回来是600的话 那相当于你后来这个股票的成本 持有股票是1100了 所以你就你2020的税 你不能抵的 你就抵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人呢 他为了就是要 要就避免这个啊 要避免这个啊 他就在这30天呢 他就无交易 30天保证无交易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在什么 10月底 11月底 对不对 11月底和12月初来进行 那这个时间就很紧张啊 所以说他有往往有可能提前 在9月份 10月份 9月底啊 10月初啊 他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啊 这里讲的那些老板 对不对 他他要 他这个亏损呢 他已经亏损了 他当然希望把税抵进去 是最好 对不对 明年呢 到了人数号 过了30天后 明年年数 就准 结算了 他有资金的冲突 开始慢慢进 往往呢 大家都这样做 这样想的时候 说连你有个股票呢 他也就走得很低啊 大家都在想 有的时候把资金出出来了 对不对 还有一种 他在换人啊 换人怎么换人 就是我要 为什么锁定这个股票金领 不过可能明年我就走人了 那我今年的利用 我必须今天跟你结散了 对不对 还有这一拨人 像很多这样的人啊 就来到很多那个 操盘的 或者金色 就是各种投资金领啊 因为他们都是根据那个 你的业绩呢 收你的commission的啊 嗯 这里就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到了年底了 大家还是警惕一下啊 能做的 做的消费品方面的东西了 像窩窩麻辣 什么阿姆松啊 这些东西呢 他可能在年底的相关 他有利好的 对不对 他有利好 估计他们那些人 估计也就 也想慢慢去做 换就是换手 所以上次 大家很多人都提出这个概念 就是大家是不是在换手 股票开始进行换手啊 有些从那个利用空间小的 换到利用空间大的股票里面去 或者是换到年底啊 有些根据季节 谁季节优势呢 涨的一些股票 这都有可能啊 所以说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回到我们还是来讲啊 这个讲航空股 航空股现在情况呢 就是看来这是调整 应该还是蛮好的啊 应该调整的蛮深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惊慌 买了人没有什么情况 那个没买的人 大家要注意啊 留意啊 就有机会 还是又回来的机会啊 当然大家可以去做啊 我当时跟大家说说 AAL可以做 这大家AAL要关注它 如果它要涨的话 它的空间是很大的 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讲啊 因为它的笔记价位也低一些啊 这个LUV啊 这些本身涨位也是 本身就涨了17%了啊 有月内啊 我准备好好算一算 大家可以算 这里我顺便再提一下啊 再提一下啊 这是Uption的问题啊 这个Uption呢 我讲了很多这个东西了 证明这些东西很重要啊 我是认为很重要的 不知道大家看了 我的以前的视频没有啊 呃 我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就是要做它的时候 实际上我这是又做了啊 但是我没有跟大家 因为我也很忙最近 你看我是跟大家说过 我说涨涨涨 看我前面两天的Uption 讲Uption视频就知道了啊 我就是连着涨了两天三天 第四天再不做就是傻子 就是卖钱啊 就是卖 卖 卖 第三天涨的时候再不做就是傻子 你看这三天要做的话 你现在这25号的结散的话 你可能会赚 你可能就不像别人那么慌了 你可能在这里面可能赚了一块多钱 对不对 一块多赚得好能赚得两块 赚不好了赚一块多钱 正好把你这个省事又可以补偏来一点啊 好 这个跌的时候看到没有 又开始跌两跌了 如果跌的第三跌 第四跌 你又可以做做什么 你卖铺 记得卖铺啊 卖铺 选好它的税价格 这个一定是这样 你看所有它这个情况 也大多都是这样的 卖铺 卖铺它涨上去后 你就收到它的那个Primary价格 你就赚钱了 你就它也不会 不会要你去买它的股票 如果你再这样跌跌跌的话 你这样想啊 你如果你们是想买股票的 本身想到37块钱买 或者36块钱买 甚至有的时候 我在35块买 你可以反着做啊 做它的什么 可以做一个月的 你要是价位低的话 你可以多做一点 你钱就会拉很多一点 你这样一做 你这样往下做 你可以打开看啊 你们自己打开看 你要卖它的铺 你看能得到多少钱 一定是在跌的时候 上一个视频我跟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说做Uption里面呢 它有三个目的 我反复给大家讲的是 一个是卖它的 都是卖权啊 Core也是卖啊 这个Pool也是卖 为什么呢 在讲 因为这所谓Income 对不对 我说到三个目的里面 安全的目的就是Income Income就比较安全 你可以想一想啊 这个你卖掉它的话 你的审视是什么 你卖掉它的权利的审视 就是你的股份 没想要strike价格的话 你被给它拿走了 实际上这个审视不是很大 不是很吓人 而且你显得那个视频价格 你认为就是它的波动的价格 你可能这个风险就也是更小的 比如说我上次说这里 在40块钱有个波动价格 你看它40块钱 显然这个40块钱 我可能低估它了啊 我都弄得在这里有一阵调整 说明它能冲过去 那这个冲过去还是有点困难 它可能这里又还也有一坨 这里有一点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个 这个那也没事 40也就是它的一个 是它的一个很难很难点过 所以当时如果说 大家显得这个价格的话 要是40左右的话 这你就很 你可以想一想你是撞回来的啊 所以你是已买的股票 人家在这里做 很好 大家可以尝试的少做一点 做一股两股 自己熟练它 你就会做 然后我是这里又做了的 我就说你看 我曾经跟大家讲一讲 我说第一天不做 第二天不做 第三天不做 这是好像是有几天了 一二三四第四天了 对 再不多说啥 当然是开玩笑的一句话 但是就是说 这里做一做是蛮好的啊 你心情也好 为什么 在跌你不怕 对不对 你已经卖了它的钱 它的股票 这些股票你还拿到手上 它不会拿走了啊 这里呢就是说 另外就是说你卖铺 现在回头我们就等着要 今天我很早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想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今天可能还会跌啊 今天再跌了满身 那今天要 你要去做卖铺 有可能啊 完了后你再去 否则当时再跌了再去卖铺啊 否则你等着明天也行啊 那就跌第四天对不对 那就是像跌第四天 如果明天要买买铺的话 它跌跌跌它再上去的话 这个股票 它也不会强迫的去买啊 如果是真强迫的去买 我觉得也没什么 你要是比如说37块 37块左右 你把它拿到手上了 买到了 你可以去 去放心去玩嘛 对不对 还是我说了一句话 这毕竟这个股票 我认为它是没有 几乎没有什么风险的啊 只是说是最近 它的影响整当 这训练给它 当然理由是看 看别人的视频 或者是看它的 很多 我也看过对不对 别人视频 也看过很多 往登讯呢 讲它的 讲它的什么什么很多 那是很多大的 还有目的啊 目的啊 什么很多那个 比较大的来讲啊 并没有像我这样讲 说它有这么好的东西 大家好像对它都还有一些忌惮啊 嗯 还有一些 非常非常害怕它啊 但是我是认为 真的我跟大家讲了 就是因为我从行业角度上来讲 对不对 从这个行业角度上 特别是LUV 这个行业它不会 这个行业不会摔下去 嗯 还是这样像婆婆一样 跟大家去讲这些股票啊 完了后来 当然有些股票 现在情况都不是蛮好的 换手的话 就是我讲了 情况就是现实啊 但是呢 我是觉得我讲过的股票 我是觉得啊 呃 大家可以 还是能拿手拿手 拿手啊 做长线啊 好多股票都能做长线的 可能有些展示会有些跌 当然有些股票 你要看到 i不行能做 也去做它的啊 就是 呃 我是对LUV的 i不行是很熟悉 因为我觉得它的价格挺好 它prime价格很好 呃 值得一做 好 今天呢 就是 就讲我今后来讲呢 改变一下啊 就是 不想跟大家 尽量有 有事讲事情 尽量少给大家 啰嗦一点 对不对 呃 针对我们的听众啊 就针对你们来讲的 就是说 你做了 你就这样去做 有的想做的 就准备好 就这样啊 好 谢谢大家收看啊